我刚刚做的一件事情只是很单准 2008年第76季第三季第四季 2019年第12三世纪的一个比较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画面就用一下 我刚刚只是要陈述一件事情 就是像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通常我们是会放什么东西 会放一个统计图 比如说1月2月3月 是不是大概就长得像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手上有这些资料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呈现出是一个上升的情形 这样可以了解 那通常这后面是会伴随出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什么 我们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所以当你手上有资料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会做比较 那当然这可能跟你的业务是无关 你是不是只要抠别人的资料就好了 对吧 对 因为我们是简报制作的人员 我不是做那个报表的人 同意哦 好 那接下来我们有了刚刚这样一张图之后 我是不是接下来应该要做这一张图来去做说明 那我们这样不要多我们就做2008年跟2009年的同期比较 就假设现在是2009年的12月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同期的比较 可以了解哦 为什么现在要看同期 是因为我们刚是不是各月份别的比较已经看完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去做同期比较 才能看到那个六个月的成长吗 好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就是2008年跟2009年的比较 所以插入数量分析表然后确定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希望放的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这边放的是年这里面放的是总金额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先把年年放到这个地方 所以有2008年2019年2010年还有什么季 季是不是有1234季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销售的总价放在这里 那我们其实同期比较 最好是以完整的时间来做比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2010先拿掉 所以2010先不看 画一张统计图 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两条趋势线 画数右键点选第一个加上趋势线 关闭 所以2008是不是上升的 有看到 就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来看的话 它是昨年上升 那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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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上趋势线关闭 我们发现它开始是不是 维持平平 2009年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趋势了 它的一个上升的幅度就不是很明显了 所以我重点 重点是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这一条线 因为两个都是黑线 这样是不是就不好了 是不是应该把它换成是蓝色 因为这2008年吧 所以要改成蓝色 所以设计 针对这条线 格式 格式 然后线的颜色 我把它改成蓝色 这一条 然后这条线呢 应该把它改成红色 按红色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用滑鼠右键 布置 然后接下来到 PowerPoint的这边 是不是有了一个同期的 同期的比较 放在这里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确定 所以这张在说明什么事情 这张在说明各季的一个变化 它是一个大致上是维持上下的 那这边呢 是在讲同期 就是说 那个第一季 2008年 2008年 这样子看起来 一直都是在成长 只是2009年是循环的 成长 大致上是这样 这就是同期比较 可以吗 所以我一样把 刚刚做好的这个 工作表期 先标一下 叫做同期 工作表五应该叫做什么 工作表五应该叫做 就是当月的比较 就直接写 月比较 那我一样先把这个范例 就先抠给各位 政府委员法传达 请你们趁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样子的话 你的简报内容就完整了 有什么 我们简报里面 在说明这件事的时候 有这个一到十二月的比较 还会有什么 同期的比较 因为通常我们比较不希望是放很单纯的文字 我应该是放这些统计图表来去做一个佐证 这些统计图表 这些统计图表 就 最统计图表